你们还有谁想看看我这件衣服下面穿的是什么吗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九影视说 今天小九给大家讲一个张伯之牺牲最大的电影 听说很烂片名无极 电影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 电影故事发生在一个类似于五代十国的世界里 一个衣衫蓝绿的小女孩正在世上渲海中翻找着食物 此时小女孩遇见了一个衣着光鲜 穿着盔甲的小男孩 男孩告诉女孩只要你愿意做我的奴隶 我就会给你食物永远不饿着你 小女孩很快就点头答应了 但在拿到一个馒头后马上就翻脸不认人 带着馒头溜至大吉 小女孩的伸手脚节速度十分之快 但在越过一条河流时 馒头不小心从手里掉入了水中 于是满身出现了 她说 我可以跟你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但需要用爱情来换 啊 行吧 这不是欺负人吗 让一个五岁小女孩选爱情 一番沟通后 女孩用自己的爱情交换 成为无数人都梦寐以求的公主 许多年后 张东建穿上了鲜花铠甲 被封为大将军 此时大将军正率众 准备抵挡蛮夷入侵 用酒肉扣牢了三军将士后 战斗开始 大将军用一百个奴隶引诱蛮夷 然后自己的军队在身上放剑 万万没想到 等来的是万以数据的野牛 奴隶疯狂逃跑死伤无数 最后只有一个叫昆仑的奴隶 跑得飞快 他在峡谷间绕了一圈 把野牛带回野人的部落 冲垮了野人部落 然后大将军轻松获胜 奴隶名叫昆仑 天生就有风一样的速度 大将军见昆仑是个奇才 就让他当自己的奴隶 大将军带领军队 正在大肆庆祝胜利时 后方却传来消息 大王被叛乱的吴婚 围困在皇宫中 岂岂可危 于是大将军带着昆仑 抛下大部队快马回京救驾 在路过一片树林时 两人走散 大将军在这里遇见了满神 满神要和大将军打个赌 并告诉他 王会被一个身穿鲜花铠甲的人杀死 大将军认为这十分荒谬 他赶走了满神 执意要去救驾 这时候半路出现一个黑袍怪 要杀将军 还好昆仑以飞毛腿的速度 及时相救 黑袍怪一眼就看出 能跑这么快的一定是雪国人 并放了他们 将军由于被黑袍怪暗算 只好让昆仑穿着自己的铠甲 假扮自己回京救驾 另一边大王和清城 正被武幻带领的叛军 围得严严实实 清城正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武幻向大王提出要清城时 大王欣然同意交出清城 但清城却不以为意 依靠自己的美貌 与叛军们周旋 你们想看我下面穿的什么衣服吗 气急败坏的大王 拔出剑威胁清城 此时昆仑身穿鲜花铠甲 闪亮登场 一剑就把大王钉死 把清城误认为要救的人 拉上马就狂奔不止 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后 昆仑和清城 还是被武幻带领的军队 赶到了一处悬崖边 武幻许诺 如果你从这儿跳下去 我可以让清城不死 为了换取清城的安全 昆仑转身跳了悬崖 一个能为自己 豁出性命的男人 此生有一郎军不悔 从此啊 清城就爱上了 穿红色盔甲之人 之后清城就被武幻 关了起来 另一边的大将军 因为昆仑的行为 被当成了失望者 重判清理 昆仑淡难不死 回到大将军身边 将军怒气冲冲 要砍了昆仑 不过他很好奇啊 什么样的女人 能让全国人民动心 然后就让昆仑 去把清城救回来 一番曲折离奇救驾后 昆仑带着清城 成功的跑了出来 清城将将军 误认为自己的救命恩人后 很快就和将军陷入了爱河 昆仑目睹一切后 只好暗暗离开 因为他也悄悄地爱上了清城 离开后的昆仑 遇到了吴欢的手下黑袍怪 黑袍怪告诉昆仑 二人都是雪族之人 雪族人被公决灭族 现在二人是世上 最后两个雪族人 黑袍怪是因为 贪生怕死活了下来 而昆仑是早年 被拐卖逃一劫 另一边将军和清城 过上了山间野夫小日子 忽然有一日 他的首相来报 大军抓住了吴欢 请大将军回去主持大局 这时候在权力和爱情之间 将军选择了权力 他要武扬威 骑着马回城 却被吴欢用计抓住 清城此时还不知道 自己爱错了人 他恳求昆仑 前去营救大将军 现在能救大将军的唯一办法 就是让昆仑 拿着鲜花铠甲去认罪 昆仑清城都来到了审讯室 经过几番审讯后 昆仑承认了杀王罪名 清城也终于得知 自己的救命恩人原来是昆仑 然后三人被吴欢困住 吴欢开始想 他这么做的缘由 他拿出一根馒头 然后泪流满面的 在清城面前捏了个粉碎 原来那个小男孩就是吴欢 他说 你是这个世界上 第一个欺骗我的人 之后就不再相信任何人 之后又对大将军说 你愿不愿意当我的奴隶 大将军说道 我愿意 然后就把他放了下来 这逻辑没毛病 只要当奴隶就可以相信 大将军不负众望的 再次欺骗了吴欢 两人拔刀相向 最后是吴欢杀死了大将军 逃脱的昆仑 一招灭了吴欢 吴欢又把刀子拔出 回头了昆仑一刀 临死前还把清城救了 最后昆仑用超光速 把清城送回到了过去 让他重新做一下选择题 也就是说 这所有的一切故事 都是因为当年吴欢 给清城的那个馒头引起的 所以这部电影 也被戏称为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该电影过了几年后 陈凯歌被称之为预演帝 此话是有原因的 一 满神对清城说 你永远都得不到真爱 就算得到 也会马上失去 二 吴欢对清城说 你毁了我做一个好人的机会 三 清城对百万将士说 你们想看我这件衣服下面 穿的是什么吗 现在全球几亿人 都看到他脱衣服了 陈凯歌曾经说过 无疾你们现在看不懂 以后你们会明白的 小伙伴你们觉得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 小巧在这等你 爱你们哟 摸摸哒